以下文章獲馮希乾先生授權轉載至11月5日馮希乾13圍道 標題為《大食堂和供銷社》為文背後 現在香港最值得看的報紙 不是開玩笑是放狗必備的《大公文匯報》 《我每日監覽》都吸收到不少有用資訊 當然過濾調的更多 例如今日《大公文匯》有篇宣傳稿 提為供銷社融社區先上善下為文 一見中共要說為文 大家就知道要提高警覺了 二十大後不斷傳出中國各地重建供銷社大食堂的消息 令很多人擔心中國要逐步回到大獲犯時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為了令大家了解事實傳貌 特地走訪鄭州和瀋陽 披露今日捲土重來的供銷社 原來是為民生提供優質服務 在疫情等特殊時期 承擔兜底保障責任 簡直旺因浩蕩 如今這些供銷社明知有很多花樣 有些叫供銷補共超市 供銷社綜合超市等 添上超市兩字 令民眾感覺比較摩登 彷彿自己仍是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消費者 有些供銷社則完全不提供銷 如《大公文匯》今天宣傳的網上平台叫麻流買菜 記者在瀋陽訪問了65歲的李女士 她展示在麻流買菜購得的蔬菜包 有3斤胡蘿蔔 2大棵西蘭花 2斤角豆 5斤水黃瓜 1包豆角 1包土豆 共12斤 只售29元人民幣 是不是很超值呢? 在供銷社買的東西 一般比市價便宜 從表象看 確與《大公文匯報》標題所說 好為民 但背後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呢? 和供銷社同時復活的 還有以助老為名的大食堂 說穿了 供銷社和大食堂根本架下一氣 都是中共透過計劃經濟 全面管控人民生活的手段 供銷社和大食堂互相合作 各具供應鏈的上下游 一開始以本商人與民爭利 用低於市價的優惠來吸客 到慢慢壟斷市場後 就能隨意操控價格和貨品供應 搞這些大食堂和供銷社 除了中共宣傳的為民以外 當然 還有其它秘而不宣的好處 中國未來 會不會陷入經濟崩潰 或糧食短缺危機呢? 習近平會不會出兵台灣? 只要以上任何一種情況發生 中共為了維穩 都可以透過供銷社和大食堂的 一條龍服務 有效率地均管全國 實行配給制 搞大鑊飯2.0 昔日的糧票、米票 現在都可以用電子錢包和蘇碼貨幣代替 大食堂、供銷社和蘇碼貨幣 加上已做了幾年社會實驗 自在限制你行動自由的健康碼 北京一男子不費吹灰之力 就可以全方位控制14億人的衣食住行了 完善了各種配套後 習近平若發動侵台戰爭 就可確保軍糧供應不會中斷 這就是保共的真正意義 至於大鑊飯夠不夠平民百姓食 會不會重演上世紀的大饑荒 經近年社會實驗證明 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上海前幾個月不是餓死人嗎? 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 現在以榮升總理 即使沒有災坊或戰爭 營運供銷社和大食堂的人 相信也可以賺到盤滿撥滿 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共同富裕 你是共官就可一同富裕 我不敢想起從前老國有個好廢的宰相 叫公而休 據史記 循例列轉 公而休有次吃自家種的葵菜覺得美味 就把葵菜都拔出來吊了 看到妻子職的報好 就將它趕出家門 還銷毀職報機 說玉令農氏工女安所籌其貨夫 意思是我們的菜和布這麼好 你叫蔡農和職女怎麼賣掉他的貨品呢? 從此拔葵去職就成為了 官不與民爭理的代名詞 從包九市報紙之類的黨媒角度看 公而休絕對不是循例 而是分官 他家種的菜好吃 職的報好看 就應該自己做供應商 與民同樂 這樣才叫為民 公而休這種笨蛋 若在今天的中華移民共和國當官 又怎麼能夠共同富裕起來 在危急關頭跟這些富豪名人一起潤呢? 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的個人意見 不反映大紀元立場